由花蓮县政府观光处经营成立的花蓮县旅游服务中心 今年元旦起正式搬离花蓮车站前向台铁局乘租的建筑物 进入去年7月全新落成启用的花蓮转运站 这次来新增行动电源借用以及空手观光行李托运等等 紧密结合接驳来满足游客的需求 由花蓮县府观光处向台铁局乘租空间经营的花蓮县旅游服务中心 在2022年底结束后不再续约 进入去年7月全新落成启用的花蓮转运站 于今年元旦在转运站无缝接轨 13个上下客月台有厕所座椅不露室饮水机等公共设施 还有时刻表动态班次资讯及旅运广播等客服系统 还有消防紧急逃生的安全管制系统 相较旧旅运中心更加先进 旅客服务中心从112年的1月1号 由火车站右侧搬来到转运站 由这个转运站这边全全的在管理 那管理上面除了我们有崭新的制服 那服务更贴切以外 我们更要符合县长所谓的县上有速度 县下有温度的一个服务的理念 那在我们让旅客一进来就能感受到我们的温度 除了问早问好 而且要让旅客能一进转运站 有我们的服务人员告诉他 请问他你要去哪里 那不用抬头去找时刻 就可以让旅客能得到最新的旅游资讯 还有搬车的搭乘时间 我们转运站成立以后呢 我们有空手观光 然后在空手观光方面呢 目前旅客的接受度也慢慢的提升 在旅客只要来我们转运站呢 就可以将他的行李托运到我们有签约的饭店 那目前有签约的饭店有接近30到40家 那在饭店方面呢 我们只要旅客花少少的金额 就可以实施所谓的空手观光 轻松的游花莲 花莲转运站表示 延续过去多项贴心咨询服务 除了安全舒适空间 还有更多智慧旅运服务 包含智能型机物柜 多元致富咖啡机 行动电源借用 以及全国首创的空手观光行李托运等 提供有温度的旅运服务 尽管农历春节假期结束 也要继续让更多民众 透过紧密结合的大众运输接驳 满足游客需求 深度旅行轻松出发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